中国过去长期主要依靠技术进口 依赖其他国家 比如我国的手机、电脑 都是依赖其他国家的芯片技术 如果不是美国一网打尽 我国可能一直依赖他国的技术 总觉得自主研发似乎比较困难 还不如直接用钱买 然而 美国看到中国的高速发展后 开始揍不住了 它选择各种制裁 甚至联合其他盟国 导致我国失去技术依赖 但没想到美国专家又来势汹汹 还说中国不要执着于此 如果继续研发芯片 可能会引发严重的经济危机 这样的言论不禁让人忍俊不禁 美国专家所说的经济危机 是指美国还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 不可否认 无论是自主发展还是依附于他国 我国在经济上从未受到影响 美国难免让人觉得有点狂妄自大 中国目前是世界上不可忽视的经济体 它具有雄厚的技术实力和强大的市场 没有理由一直被别人卡住 也没有理由不发展自己 过去一段时间 我国芯片一直依赖进口 多年来 一直没有问题 我们国家出钱 你出技术 但有时我们会面临价格上涨 或供应短缺等问题 这些现象都会影响到我们国家的经济 在我国华为发展迅猛之际 美国却拼命发起制裁 甚至联手其他国家直接封杀华为的芯片 那时候我国确实有过一段时间的困难 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现在我国在技术上已经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面对目前的现状 中国会义无反顾地继续研发芯片 以免后期被美国抓到 美国专家的观点确实不合理 他们一直认为 中国蓬勃发展自然会抢夺美国市场 损害美国利益 但实际上 中国芯片的逐步发展并不意味着 会直接打败美国芯片 更不意味着美国芯片会进入衰退阶段 这明明是共同发展的大好局面 能在全球范围内有效推动芯片产业 是一派繁荣景象 但美国却不这么认为 美国一直认为 一旦中国蓬勃发展 就会影响到美国的发展 所以总会找一些莫须有的理由进行制裁 但这种警告会让人们更清楚地明白 美国慌了 或许是因为美国目前的技术遇到了困难 也可能是美国目前经济不堪重负 已经感受到来自中国实力的挑战 所以不可否认 美国在世界上拥有优秀的技术 是芯片巨头 拥有比较雄厚的产业基础和技术实力 但一些关键技术领域跟不上步伐 我们的国家并不脆弱 虽然在技术上起步较晚 但我国会全力以赴 比如我国的人工智能 在性能芯片和5G芯片方面 都会有其他国家无法超越的优势 美国专家的表态反而会让大家看到美国的紧张 不紧张的话 就这样打死它 对中国芯片的发展进行制裁是必要的 这可能充满了忧虑 未来一段时间 中国将继续发展芯片产业 这是技术进步的重大要求 也是经济发展的要求 全球芯片产业只有进入好的阶段 才能成为好的 选择 美国专家无需恐慌 一家独大是绝对不可能的 没有必要直接将中国的发展 视为对美国利益的威胁 还需要从多个角度看问题 比如技术竞争 比如技术合作 比如技术交流 才能有效促进整个集团 乃至全球产业的发展 改革开放后 我国发展非常迅速 所以 面对美国的制裁 我国从来没有动摇过 现在我们在自主发展的道路上 屡屡突破现状 冲破束缚 拥有自主独立的优势 相信在未来自主发展的道路上 他会不断努力 逐步改变现状 面对美国的质疑 面对美国的针锋相对 我国从来没有退缩过 因为我国一直都知道 只有强大才能改变一切 让对手感到恐惧 现在我们国家已经不怕这一切了 相信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 自然会快速增长 关注我 了解更多国际时事